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讲 在中国共产党独裁统治下的中国 只要你待在国家只有一种命运 没有第二种 绝大部分中国人越来越苦 越来越穷 越来越难 越来越没有任何希望 没有第二种命运 只有这种命运 对 这种东西类似的感觉 我不知道在座的 没有在国家里面体会 有没有当过企业员工的时候 这种感觉 就这个企业明确有不可逆转的经济问题 必须要倒闭了 但是这些员工在里面待了很多年 在这个阶段内心是不是无限煎熬 知道倒闭了 知道企业工资也一直拖着 也没有任何希望 但是潜意识还盼着这个企业能坚持一天 是一天 什么时候这种不切实际的愿望完全崩溃呢 企业真的完全倒闭 完蛋 人都遣散 这一天就放弃了 真的是这样 这就是现在中国很多人的心态 就不到那一天 所有的必然这个企业要倒闭 这个中国必然要倒闭 中国共产党必然要完蛋 这个结果几乎是谁都知道必然推论的 可是内心永远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 万一这个企业活了呢 万一天然掉下饼吗 当然你要在一个企业里好说 这个企业倒闭了 这员工大不了 换一个企业重新就业 可是中共的统治 出问题倒闭了 中国的经济完蛋了 那中国人未来几十年受的动荡 你都没地可换 国内现在很多自媒体上困惑 就是中国现在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啊 中共的政党啊 官媒啊都在撒谎 很多人在国内的人都希望了解 中国的真相是什么 就是在中国生活 怎么能够知道中国的真相 很容易啊 其实很容易 为什么 就是通过公开的一些数据 因为中国现在 即使是公开的数据 经过粉饰了 但是通过这些粉饰的数据 背后 你只要分析一下 都是能看到很多 你希望的 真相的 比如最近 我国内的朋友跟我说 就按照目前 中共财政部上报给国务院的 九月份的数据 中国的央企和国企的业绩 是惨不忍睹的 相比八月份呢 又呈现了显著的下滑 所以呢 第三季度中国的国有经济 正在加速的垮塌中 这是不是真相呢 那根据中共财政部公开的数据 互联网去查呀 今年的一到八月份 中国所有的央企国企总收入 跟去年同期相比 增加了1.4% 但是利润总额同比 却下降了2.1% 然后看一下 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份 还是所有的央企国企 同比去年总收入 增加了1.9% 利润总额只下降了0.6% 那就很容易 两者一减 那就知道了 原来今年七到八月份 中国所有的央企国企的总收入 基本没有增长 可是利润呢 却下降了3.6% 数据很明确 那粉饰他你要比较啊 他前后一比较啊 那下降这么快 这数据两个月很难看了 那目前呢 财政部上报 有国务院那个9月份的数据呢 国企的平均利润 同比预期下降幅度 在5%到8之间 那这个数据出来以后 你再看一下 中共财政部 2023年公开数据显示 中国所有的央企国企 整体的平均利润 只有5.4% 那一比较就知道了 按照这个趋势 到年底 应该就是中国所有的央企国企 会出现一个中国这么大体量的央企国企 整体 没有任何利润 而且大概率会亏损的尴尬局面 因为这个商业群体 央企国企 是在中国国内拥有无限大的权力 拿着全中国最好的资源 经营着垄断性的行业 获得最容易最快速的投资 拿到的是最低利息的贷款 等等一堆好的条件 在中国2024年经营前三季度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没利润 到年底甚至是负利润 这就是啊 这大家想看真相 一看数据 哎就看到了 对声音比以前正常 对啊 然后我们想想这么多企业 花这么多资源精力 干这么庞大的事情 干了一年 结果不仅没利润 甚至是负利润 这个事做下去干嘛 然后此外再看一下周边的各种数据啊 原来第三季度这么大的衰退 还是在大量的央企国企 已经大面积裁员的情况下 那裁员就节省人员开销了 出现了这么恐怖的一个场景 所以这些数据你就能了解嘛 然后按照目前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那你看得出来 对吧 第三季度中国的新房二手房 等所有涉及到房地产有关的数据 房价呀 交易量啊 都在加速下跌里面 然后现在看到这个上报国务院的 就是财政部的 中共财政部的数据 那第三季度全国的央企 国企的经营情况 也在快速的坍塌中 那这个真相就有点呼之欲出了 然后再参考一下 为什么九月份中共的最高层 突然间召集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这不应该九月份开的呀 为什么九月份这么绕开 而且这个会议上进行了一次巨大的转向 决定全面大放水 哦 明白了 那么统计局经过粉饰的数据 赔的这么惨 房地产 那么财政部经过这个数据 国企央企这么惨 再结合九月份提前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全面转向 大放水 真相就全清楚了 那再看看细节呢 今年七月份第二次 咱们都知道 一二三四月份开第一季度的 七月份开的一二季度的中央的政治局会议 所以今年七月份 中共按照惯例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里面 标题明确叫什么 你们查一下 叫坚定要坚定不移的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记住这词上坚定不移 特别是要保证GDP5%的增长指标 坚定不移 那九月份这个提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这个180度转向 这里面对于这个情况的表述变成什么了 叫要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七月份要坚定不移 九月份努力完成 明白了吗 啥意思 就是尽管这个傻逼习近平这两百斤 已经在政治局内部的所有会议上 严令必须达成今年的经济指标 可他自己明不明白呀 有底没有绝对没有 他对他说的严令都没有任何底气 所以七月到九月就两个月 在这次提前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 把坚定不移这个词改成了努力完成 大家听明白了吗 就真相嘛 想了解真相 你就看这些东西 这全是官方资料 所以大家明白在中国想了解真相并没有大家想的这么难 虽然中共不断的造假 不断的粉饰各种数据 可是通过这个数据造假的逻辑 一看就知道 对吧 像这次政治局讲话 为什么坚定不移 变成努力 自己给自己留退路了 万一没完成呢 他明不明白可能真的完不成 大概率一定是完不成 所以改词了 当然他给自己留不留退路这事 跟整个中国社会大众 今年明年最终的生活的质量和最终的现实结果没什么关系 感谢大家又花那么多时间听我瞎嗶嗶 感谢大家